大家好,用300克普通面粉,加入3克酵母,5克白糖促进发酵,不能吃糖的可以不放。 接着再分次加入165毫升30度左右的温水,然后搅拌成粘续状。 再下手揉成一个面团,刚开始揉不光滑,慢慢地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,盖上盖子醒发至两倍大。 再准备40克熟芝麻,又擀面杖擀碎。 碾压得越细越好,这样一擀香味就都出来了,擀好后装入到碗中。 按个人口味加入盐,接着搅拌拌匀。 拌好后可以尝下,稍微咸一点即可,芝麻盐就做好了。 看一下发酵好的面团。 内部充满了均匀的气孔,然后取出面团揉面排气。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 接着撒点干面粉,再搓成长条。 分成六个均等的面积,再把每个面积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。 然后取最先揉好的面团,按扁。 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圆饼,放入适量芝麻盐。 像包包子一样,用自己喜欢的手法包好收口。 再按扁。 接着再正反面擀成一个圆饼。 找一个不梳头的木梳。 然后在上面压出菱形花纹,不压也行,直接做成发面饼也可以。 平底锅或是垫饼称,开中小火预热,无需刷油,直接放入饼皮,有花纹的面朝下,盖上盖子。 烙至饼微微鼓起。 底部金黄厚,翻个面。 接着盖上盖子烙另一面,再烙至两面金黄。 按压饼面能快速回弹,即可出锅。 这样咱们的芝麻盐饼就做好了。 蓬松轩软,看似极其简单的馅料,但一口下去便会让你唇齿留香。 最近有好多朋友让我做咸味的美食,今天这个分享给大家简单零难度。 营养又健康。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。 喜欢我的视频,赶紧收藏点赞,关注转发吧。 美食天天更新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